快进来快进来 小心点啊 小心点 小心啊 你让他吐了 没事 吐不了的啊 快躺下吧 好 来 躺下 小雪 小雪 你干嘛 别忍住 别忍住 我的妈呀 但怎么还在床上啊 真吐了 真是 体质不痛 体质不痛 院长夫人 爸 这位是 她是 这位是那白雪的妈妈院长夫人 她是我大女儿 你好 你好 我是方天心 天忆的大姐 坐坐坐 你来也不打个招不 你们怎么回事啊 那母女两个 一前一后的 没事没事呢 既然来了 就坐下来喝杯茶吧 我们家有还不错的局谱 不 不了 那个小雪在哪儿 我来接她回家的 在我屋里 吐了我一床都是 什么 师母 您来接小雪 那你稍等一下 我去叫小雪出来 麻烦你了 天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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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 天忆 你妈妈来了 我不要 我不要 我不要回去 我只要跟你在一块儿 小雪 我不回去 来 局谱 我们家小雪平常是进球不沾的 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么晚来打扰 真是不好意思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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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没事 把我床上吐得都湿 本来就没事 对了 你放心 人喝多了胃不舒服 她吐出来就清爽了 没关系 没关系 你们家小姑娘 把自己的衣服 吐得也都湿的 你看是我洗干净了 给你送过去呢 还是你自己的 不麻烦了我拿回约袭 谢谢你 我会处理 天忆 白雪怎么样了 天忆 不回去 我看她这样也起不来了 今天晚上就住在这儿吧 姐 帮我一个忙 小心一点 来 慢点 小雪 你怎么了 天忆 小妈妈乖 乖乖乖 帮我们带你回家啊 帮我回 我不回去 帮我回去 小雪 你这是怎么了 天忆 小雪啊 这小姑娘喝了多少酒啊 连自己亲妈都不认识了 天忆 可以麻烦你帮我送小雪上车吗 好嘞 天忆 我不回 我不回 天忆 快进去 院长 院长夫人 小心 白雪的衣服 皮包 谢谢 谢谢 我先走了 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有点七手八脚的 没好好招待 下回有空 您来家吃饭啊 今天晚上正打扰了 那个小孩子不懂事 您请留步 好 我先走了 慢走 慢走 您慢走 房医生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 我们家小雪我最清楚 最多也就几杯红酒的量 你现在把它灌成这个样子 还带回你家 你摆明了 就是要把孟女俩 在你们全家别人丢脸哪 酒不是我让她喝的 我也没带她回家 那就是说 我们家小雪自己喝醉 主动到你家 还赖得不走 这话我能相信吗 等她醒来 您自己问她吧 房医生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话还没有说完呢 你不就是不想先婚线协议吗 你有必要让她喝成这个样子吗 师母您是不是误会了 误会 我清楚得很 你就是这样的小雪喜欢你 你就利用她 跟她说闲话 让她跟你站在一起来对抗我 好让你可以不签婚前行 你就结婚 我已经说过了 如果在结婚之前 就要算计好这些所有利益考量 这样的婚姻我宁可不要 你是说我在算计了 我知道我们两家出生背景不一样 我也知道我高攀了 但我仍然希望我的婚姻是一段正常的 互相尊重的 可以共度余生的婚姻 所以那婚前协议我真的不能签 因为我有自尊 时候不早了 您早点休息 不送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都去了 什么叫做好像啊 我记得断断续续的 我好像还打了一辆出租车 还跟天忆他爸爸打招呼了 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吐在人家家了呢 我吐了 那天忆也不会看到我吐了吧 反正是丢脸丢到黄埔江了 你是不是让妈妈昨天去接你 有多丢人吗 妈 妈 怎么办 天忆该不会以为我是个酒鬼吧 妈 都怪你 害我心情不好喝了那么多酒 婚前嫌疑有什么用啊 结了婚我的都是天忆的 你怎么只长个子不长点脑子呢你 对男人那么好要吃亏的 又不是没有别人追你 妈 我都跟你说过一千八百次了 就算追我的人 从许家会排到陆家嘴 我就是认定他了 你把这儿拿去他家 我一个人去啊 我突然在探家那么丢人 我怎么去啊 你是想看你爸在骂我吗 不是 但是我真的好尴尬呀妈 我 我去不是更尴尬吗 好